結構性改革是中共一直不肯退讓的底線 其實結構性改革也是美國政府 自談判開始以來不能退讓的底線 川普這個講話實際上告訴各界 結構性改革對於美國來講是極為重要的 也是不可退讓的底線 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只是一個表象 根本性的問題在於 中共對於貿易規則世界貿易規則的不尊重 對於知識產權的不尊重 以及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特殊政策 這些問題不解決 中美之間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貿易 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貿易平衡 川普這次在國情資本裡再次正式的提出 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 一是向各方澄清美國政府的立場 那麼因為以往有一些各種各樣的報道 對這個問題有所混淆 所以他要在這裡正式澄清美國政府的立場 二 我想他是想打掉中共當局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想 美國政府是不會做出任何妥協的在這個問題上 所以川普的這個講話也足以說明 儘管川普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但是川普政府不會為達成協議而達成協議